原标题 鸿城众所周知 机关就是一个机械的关键部分 也可以认定为相当周密的计算 机关术是古代科技文明的代表性作品 大体在生产和军事上较为出名 运用机械力量代替人力 精巧地控制事物 顺应阴阳 便是机关 有道是法字竖起 机油新生 所有的机械装置里 机关是最主要的构成 微小而隐秘 却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 同样 整个机械部分的运转 也都是靠着机关的运行模式来呈现 整体来解释古代机关术的用处 首先是服务于统治阶层的零物防造机关 其次是制作高强度大杀伤性质的武器系统 最后才是服务于民间的各种生产器械 或者是限制犯人的所遇行家都可以算作机关一类 详细解释一番 古代机械都是半自动类型 当然也有一些设有机械而能制动的器械 但多在传说之中 比如能够飞天的墓渊 但典故久远 不可考证 墓地翻版机关示意图 图后藏习俗 在古代由来已久 历代的王侯将相 可能有的未必有种乎 但其的陵墓无一不是大量耗费人力 财力所造的地底宫殿 这是封建皇权的一种表现 那么为了防止自己的墓葬 能够躲避不法分子的盗决 机关术就成了墓穴中最主要的防御力量 引申出的各式机关都旨在阻止盗墓者的深入 危险总是合力一把勾的 古墓机关虽然凶险 但相随着价值连城的宝藏 于是古往今来后 死了多少王公贵族 就有多少盗墓的贼 在常见的灵墓机关中 多为一些弓、弩、帆板、水银的机关构造 使用弓弩最为出名的当属行使皇陵 根据史书考证 秦皇陵动用人赐七十多万 历时三十八年方程 为了修建这座地下宫殿 更是耗费资产无数 史记当中有一句 令降座基奴时 有所穿进这折射纸 以水银北百川江和大海 机箱灌出 在后汉书当中介绍汉武帝的茂名 也说外方立 铅臂建户 库射叶龙 木银剑 弓弩 值得推敲的是 古墓藏于地下千百年 这些建弩机关 会不会早已生锈腐烂 不复当初威力 不要紧 古墓的存在不仅仅源于自身的特别价值或者历史价值 古人早已想到了这一点 于是在这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机关外 还有永久性防御体系 墓地弓弩机关是一图 图永久性的防御机关很简单 这是真正大巧度工 重剑无风 不精致但极为有效 典型的有流沙 毒气 浮火木 流沙木 顾名思义 只是将炒干的细沙 回填于放置棺果的墓室 堆积到一定程度后再以泥土夯实 这样做还有一定的好处 干沙本身细致如水 并且还可以使墓室保持干 盗 那么当盗墓贼打盗洞进来时 就遇到了大问题 沙子的流动性 触取任何盗洞的挖掘工作都难以实行 任你什么内缘外访 直上直下都没有用处 汉书之中也有对于流沙木的介绍 比如汉昭帝刘弗林的平陵兴建之时 就有大司农取您牛车三万辆为救 在沙遍桥下 宋志方志 车值千钱的记载 当然道高一时 摩高一战二 唐大国力强盛 往往开山为灵 像这种有迹可寻的古墓常用的手法 就是封堵墓门 对于一些特定的墓学来说 墓门则是进入墓室的唯一通道 正主下葬之后 便会使用各种方法 来将墓门封堵 较为常见的有自来石和顶门器 当时门由内向外关闭后 顶门器自动于后面将门顶死 还不放心的话 那么也有办法 可以在墓门的夹层中灌住铁水 做成一道坚固且永久的防盗门 抗震效果俱佳 孙电宁挖此喜墓 动用了那么多炸药还如此耗费时间 可见这种简单 机关的效果并不简单 刘沙木毒毒气墓葬的老大 还得说秦始皇陵 司马迁说秦始皇陵用水银做了个世界 拱蒸气有毒 墓室且相对封闭 水银本身又极易挥发 可想这个存于地底的毒气宫殿 致命物质含量之高 即便是有些墓葬 没有设置水银这样的毒气炸弹 也并非是安全的 千百年深埋于地下的墓穴 定然会滋生出有害气体 一些民族小说关于盗墓 总是会在盗洞打开的时候进行疏散 或者将一些活物掉下去进行试探 这是有依据的实践方法 俯火墓就不像流沙木 或者毒气墓这般 杀盗墓贼于无形 关于这类墓葬的记载也不少 小说里有一种天龙流离火的情景 与伏火墓极为相似 汉书中有这样一个记载 凯丁吉果户 火出炎四五丈 立足以水卧灭满的入 烧反果中气物 现在看这种伏火墓 应该是墓中存在一种可燃烧气体 那么在多人殉葬的墓穴中 产生的可能性就更大 有记录在缺氧环境中 分解出来的气体就是沼气 作为一种可燃性相当高的气体 古代盗墓者点着火把进来 其实就是自焚迅达 清朝年间的清白类超也有这样的故事 说斗轮崩裂 接着就是白烟一缕 自血口喷出 听来就觉得可怕 虽说高风险又高回报 但当盗洞打开的一刹那 没有金银财宝 而是一条火龙之石 盗墓者估计连开口骂娘机会都没有 墓地的透视图图以上的几种灵墓机关 都是有记载和证据的 但也有一些人云亦云的机关 还有戴考证 比如影视与小说之中 经常出现的陷坑与翻版 陷坑自不必输 无非下边铺满钢道 人一踩空掉下去了 便被乱刀穿刺而死 翻版就更有意思 甚至还有连环翻版 踩对了一块跟着就又是一块 多见于探险夺宝的桥段之中 除了这二者之外 也有铁锁吊石的机关 主要是在墓道顶端 与隐蔽地带 安装巨石 与墓的地下锁 铺的翘板而连 遇到外力介入便自动脱落 将招墓者压为肉饼 但就现实而言 持得现今出土的古代墓葬 都没有这种机关术的出土实力 或许最具代表的秦始皇陵 有一些弓弩暗器的机关 然日久失效 翻版等等机关 虽具永久性 但与古人风水学说不合 应是虚构 在此之外 封建时代的大佬们 下葬 还各有各的规矩与体制 一种与神鬼 也是这其中不可不谈的一段 比如墓中主人的诅咒 所谓巫形装逼 最为致命 但往往千百年深藏于地下的东西 有没有点到恨水姐说不清 像埃及法老墓的诅咒 就是的确应验过的 我国古代也有不少这样的 常见于汉代 既有瓦当上刻着的道瓦者死 也有背上写着的 诸敢发我求者 令绝无护后的字样 但这些和陵墓机关不同 也就不多加赘述了 毫古钻探常用的工具 洛阳产图总的来说 倒斗损因德 入行需谨慎 这一门迎生便是 逃脱了墓中凶险与世间法律 却也是几千年来有背德行之事 当然真实的古墓机关 譬如流伤 毒气等等都是可以千年不朽 或者永远运行的 但同样证明了 若行精巧机关 必与自然挂钩的道理 毕竟往往是那些 最不起眼最平常的东西 才能历经千年不朽 扫下图二维码 即可读白话版通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